四九 华陀与其弟子凡阿的赐法 三国之中记载华陀真次 下真言当一谋许 若知与人 并者言 已道 应便拔真 应亦行差 三国之记载凡阿 二善真术 凡一贤严背及胸藏之间不可望真 真之不过四分 而阿真背入一二寸 拒却胸藏 真下五六寸 而并者皆抽 凡阿精通针法 所有的医生都说背部和胸部内脏之间不可以乱针 即使下针也不能超过四分身 而凡阿针刺背部穴位伸到一二寸 在胸部的聚血血渣进去五六寸 而并常常都被治好 由此可知 华陀以及其弟子的刺法应是目刺破脏 以及刺华陀加己学的己神经根的破极术 一 目刺 刺大脏 刺脏腐之目学 详见本书破脏与灰刺法篇 胃气为水 骨之汗气 行于脉外之筋膜 而胃肠之外 即是墓原 筋膜大会之处 也是气之大会处 即为气海 高荒 笔者在临床使用很久 一度以破脏 荒此明知 后在读恩师的中国古典真酒学大纲初稿时 发现恩师以目刺明知 二 灰刺 刺背于学 画陀加己学 刺刺产生破脏的感觉 详见本书破脏与灰刺法篇 三 刺太阳神经丛 凡阿善针 拒却胸层真下五六寸 此处笔者常用 刺五寸 其深度可以刺激到主动脉 或者食管 或迷走神经 或下腔静脉 或隔神经 或者太阳神经丛 位置在肚脐上方与胸骨剑突后方的横隔膜穹下缘 笔者临床上 见双寸部与关部之间欲动而骨质脉时 多刺太阳神经丛 入针技巧 一定要在肝的上缘 在剑突骨性的末端入针 如果太下 容易伤及肝脏 因为刺刺者多为粗针长针 并非刺包膜时所用的极细豪针 入针不要提差 而是左右小幅度的轻柔摆动 更容易刺激到神经丛 同时也防止暴力直刺刺伤内脏 针刺遇到阻力时不可以强行突破 虚为回针 针间略向上调整 微微坐左右摆动 带无阻力 无痛感时慢慢入针 采取平躺半卧位 为针刺体位最佳 腹部身刺法 即刺脏腑内静默节节点 直接刺激内脏病灶 和早期的脉刺 分刺从远端治疗内脏治病有所区别 在古代一案记载中 善身刺的即是凡阿 其理论依据 笔者能找到与之相应的 就是皇帝内经的慈目学 破脏法 但凡酒病之人 其病邪多由孙洛洛经脏腑 基于胃肠之外 膜炎之间 或者并由体表筋膜植入内脏筋膜 因为内脏筋膜 与四肢的四关部圆穴 和穴 下和穴等直接相连 乌目刺之时 多和四关附近的和穴 或圆穴配合使用 以穿穴为准 此目刺法与灰刺法 临床效果极佳 但是对医者守神的要求也极高 针手合一的体感非常重要 行目刺是要极为细心 止息手净毒 压手和刺手配合 用力需绵长而持 手如卧虎 仔细感知针下的分毫变化 同时要了解患者的针感 需要患者和医生随时保持交流 患者应随时将针感告知医生 此非常重要 千万不可以大幅度提查以求得气 或一定要求气质并锁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真功若想明白 手如卧虎的体验 一定需要在自己身上试针 不是简单地刺一下自己的颌骨 足三里 驱齿 而是选择自己最害怕刺的穴位 如此 眼 耳 鼻 舌 身 一等身体感官才会发挥到极致 才能真正体会真词当下的感觉 才能对守神有所感悟 否则根本无法体会手如卧虎 如临山渊是怎样的心境 同样以华陀的一则一案为戒 疑患者徐某 因病卧床 华陀前往探视 徐说 自昨天请一针刺未管后 便咳嗽不止 心烦而不得安我 华陀诊查后 说 物以针刺未及未管 物中肝脏 若日后饮食见少 无日后恐不测 后果如所言而亡 需以此为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